雙十一這天法務部也舉辦了全國聯合拍賣會 幾乎什麼都有 像是名車 名表 虛擬貨幣 還有職棒酬薪的新筆簽名卡 一大早就信了不少民眾前來搶標 十七號 兩百一十萬 桃園法拍現場廝殺激烈 要搶的就是這輛紫色寶石捷 凱門981GTS 激烈喊價下一間車行 以兩百一十萬元拍定開走寶石捷 沒標到你是送了口去還是覺得很可惜 有話題的還有嘉義這輛BMW轎車 擋風玻璃跟引擎蓋留有彈孔 曾經歷一百一十年擄人勒俗案 買家也大有人載五萬成交 明星項目還有明表 這支勞力是藍水軌市場超夯 法拍會以五十二萬元得標 也很有故事 法拍項目之多 因為法務部在雙十一之天 巧妙地搭上熱潮 舉辦聯合法拍會 幾乎什麼都有 名車 名表 虛擬貨幣 還有職棒球星王真志的 清筆簽名卡 就差船舶和飛機 總類多樣讓法務部聯合舉辦的拍賣會 在雙十一成為熱門話題 記者桃園嘉義最後報道